就四个字 惨绝人寰 然后咱们再说回到战场的情况 战场的态势 以色列白领弹轰炸完之后 老铁们 这个黎巴嫩珍珠党 这个老大就直接击眼了 黎巴嫩珍珠党老大直接就怒了 说以色列原本 我只想让你我打疼你 但是现在我不把你 弄死都难解我的心头之恨 说完之后 直接命令杀进以色列境内这个部队 直接撤退 老铁们一听是不纳闷的 说不是要干以色列吗 那怎么让部队给撤退了呢 哎老铁们 这就是今天的重头戏了 大戏大木材刚刚拉开 为什么让撤退 因为这批人可是黎巴嫩珍珠党的精锐力量 懂吗 而这一万多人之外 还有将近十三万的士兵呢 如果精锐之间损失太大 那黎巴嫩想把以色列给干废了 是不是就没可能了 所以说兄弟们 想要干大事 必须懂得保存实力 一击他毕命 其次这次黎巴嫩啊 也准备了一本大招 科技与狠活 之前以色列那个核弹发射基地 我跟你说啊 几乎是没有人知道的 但是唯一有一次被无人机给干了 就是黎巴嫩干的 上次不是没成功吗 但这次啊 黎巴那人说了 我已经掌握周边的防空强度了 甚至连防空导弹位置老子都给你标记好了 这又叫什么 万事俱备 我只差东风 以色列用白铃弹之前 东风还没来呢 但是以色列这个白铃弹炸死这么多拼命之后 兄弟们 这东风不但来了 脑脑大呀 好几十级大风啊 也就因为这事啊 黎巴嫩这边直接就不装了摊牌了 说你大爷以色列 你不是拿核弹威胁老子要核爆我吗 行行行 今天我也不给你扯那些铃儿灯 对吧 我就让你知道一下 什么叫做 己所不欲 你要务施于人呢 说完之后 黎巴嫩的特种部队 还有导弹部队 同时就就位了 各种无人机 家们 各种导弹 那跟不要钱似的 对着以色列 在哪呢 在叫 叫内盖夫沙漠 叫核弹的基地 直接光光 一顿轰炸 宝核式给你盖上去打击了 当时看到这个情况之后 兄弟们 你猜谁击眼呢 以色列都蒙圈了 这个时候 谁反应过来了 美国人反应过来了 击眼了 赶紧从沙特呀 包括约旦的 这个美军基地 插插起飞战斗机 就帮以色列拦去 但是这次黎巴嫩 这种党 就直接给你来了个 本来就是双款旗下 你有美军战机帮你拦 对不对 哎 老子现在也有大哥呀 我也有特种部队呀 我直接给你搞潜入 我跟你来一个近距离的偷袭 我看你能不能挺得住啊 哎 那你还真别说 这招兄弟们老呢了 为什么 因为美国和以色列 为了能够提高拦截率 他就把什么呢 防空预警范围 整得非常非常远 哎也就这么一搞啊 最里面那么一层 反而成为罪博弱的了 也就因为这 兄弟们 黎巴嫩珍珠的 五十多名特工 直接就把火箭的和无人机 唰唰唰一组装 然后在这个境内啊 直接对着这个叫什么 叫那个那个那个 什么内盖 内盖什么什么什么 孵啊 这个沙漠里面 以色列核弹基地 哐哐一顿炸 兄弟们 然后你就问我说 炸到了没有 确实炸到了 而且看黎巴嫩这边的报道 最起码得有个十七枚的火箭弹 集中目标了 但是啊 没有引发核武器的爆炸 没有引爆核武器 只是把以色列叫 捷里科导弹给干坏了三枚 同时炸死了五个乙军的士兵 哎 有人问了 说 为啥十几枚火箭弹和无人机 干过去都没事了 怎么说呢 我专门去查了一下原子弹的制造和保养方法 想知道吗 都有点复杂啊 但是大概意思什么呢 就是这玩意有保险 如果没打开啊 核裂变就没有触发的钥匙 那他就爆炸不了 不过呢 没有让以色列自己吃到核武器也没啥 这次袭击啊 那也直接炸了三枚捷里科的导弹 让以色列吃了个血亏了 而这次被炸之后兄弟们 以色列懵了 以色列彻底沉没了 再也没有牌了 没招了 只能敲不声的来一句什么呢 说位于内盖夫基地的这个这个这个设施被人炸了 但谁炸的 没说 就是美国包括俄罗斯包括东方大国 不是那个东方大国包括俄罗斯包括伊朗啊 就这个铁三角 这关于能不能稳固是一定会稳固的 就包括美国为什么要整个的欧亚大陆 他不着销唇呢 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呃这个时候家人们啊 如果就不管什么时候 一个地方他乱起来了 就是你没有温饱呢 你谈不上什么 没有物质生活 你谈不上精神文化生活 对不对 你连温饱都解决不了呢 你连战争你都战着 你都没有和平 你谈什么发展呢 所以说家人们啊 就是我们看中东问题 根源你要看什么呢 就是东方大国 呃包括英国 包括美国的战略啊 就除了我们之外 咱们先看美英的战略 他们的战略什么呢 就是大陆平衡 什么概念 就是就我们拿俄罗斯跟乌克兰 举个例子啊 拿欧洲举个例子 就是既不能让俄罗斯 被北约给干掉啊 更不能让北约彻底击败俄罗斯 啊就是让双方永远打得头破血流 谁也打不赢谁 谁也输不了 谁也赢不了 这才是美国能够收割欧洲的根源之道 最好就是什么呢 打成个绞肉机 谁也别想赢 两败俱伤 这就是英美霸权的这个想法 有人可能说 苏文你这不是乱白乎吗 我不是乱说啊 这是历史上发生过的事 咱们说第二场一定给大家讲点新鲜的 讲点这个根源上的事 咱就拿谁呢 拿二战之后那个小本子 咱举个例子讲一讲 想不想听啊 好吧 而且还有例子啊 就是什么呢 就是小本子的例子咱讲完了 就是有个例子 就是一战的时候 世界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 那个德国 德国其实也挺惨的 你以为第一次世界大战 德国战败以后 谁把他扶起来的吗 知道吗 战败之后 德国那么巨额的赔款啊 经济已经打乱桃子了 老百姓都都都活不起了 谁把他扶起来的 你们知道吗 一战之后是美国英国 全权投资德国呀 第一次大战之后啊 法国德国打的那狗血人头了 那打的实在太惨了 法国死了很多人啊 法国就想这不行啊 那我必须一口气的把德国给嫩死 给摁死了 结果家们国际会议上啊 英国和美国对德国那是百般之呵护 百般之袒护啊 战后还不停的去给德国钱啊 扶持德国 英国这样做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他不希望德国崛起 而是给德国做一个兜底啊 不能让法国一家独大 不能让法国引领欧洲 结果呢 没想到最后马也玩拖了 玩失控了 后来法国二战之所以直接投降呢 一部分原因是被英美给控制了 知道吧 就你们要消耗我们法国啊 这个去玩平衡 我们法国不干了 我们躺平了 再比如说什么呢 之前马克龙说 是不是要出兵乌克兰啊 其实都是在谁呀 都是在捧杀英美 英美的战略需要什么 就是谁也不能赢 懂我的概念吧 所以他们始终在调节这个 俄乌冲突的烈度 包括什么时候给乌克兰送武器 什么什么时候给乌克兰送援助 是不是 如果说俄乌冲突烈度真的太强了 也是有可能玩拖的 那玩拖以后就是双方都不被美国控制了 美国玩死了吧自己 这就是霸权无耻的地方 他让你打仗 但是打到什么程度 还得让他说的算 你死多少人 死到什么烈度 怎么去消耗俄罗斯 还得美英帝国说的算啊 甚至有的时候明明可以胜利的 他会阻止你啊 阻止你追击 永远就是你 你是他养的一个狗 然后咱们再说会谁呢 刚才咱说伊朗 对不对 这也是我说跑题了啊 你看懂这一切之后 家人们 你就不会去在意 伊朗选上来的究竟是谁 谁当伊朗的总统 为什么呢 就根本就没有意义 什么概念 大趋势 不是个人可以决定的 甚至说不是一个国家 就可以决定的 家人们 美国的这个大的战略框架 设定的是全球地区冲突 然后他来调解矛盾 他伊朗在美国设置的这个框架里面啊 人家给他安了一个人设呀 这个人设叫什么 就是个反派 对吧 都恨不得把你伊斯兰 那个革命卫队给你 这个发展成恐怖组织了 结果呢 伊朗这边说了 老子不想当反派了 对不对 我想跟西方搞好关系啊 哎 这种行为本身 你是破坏美国的战略框架的 将来你再想一想 伊朗跟美国跟欧洲 有什么深仇大恨呢 没有啥深仇大恨呢 完全可以好好发展经济啊 对不对 为啥不让伊朗出口石油啊 为什么要这么制裁伊朗啊 对不对 说人伊朗是反派 说人伊朗什么是恐怖 恐怖恐怖国家 什么就对这个有威胁 对那个威胁 来不磨叽了 兄弟们啊 咱就说这个美国这个事啊 美国 咱就刚才我说哪了 签了35个亿 你让他再印几几万的钱 让他打仗 这根本明显不可能 所以这次你们就看啊 伊朗这次真要是开大 给你嘎 一下子开大之后 美国的行动 他必然是象征性的 头发这个观点 口不同意 然后兄弟们 咱说完这个呢 咱们聊聊美国的现在 好不好 感谢六老他 妈呀 这太适合美婆了 这是啊 简直了 你再给我刷 我直接转行六老汉 别刷了啊 来咱再谈谈美国现在啊 为啥完全没有那种 世界霸主的感觉了 家的 知不知道 我们可以用历史的角度 来打比方 美国统治下的全球 老铁马 就好像是曾经那谁呢 元朝末起 你懂不懂 美国就好像元朝那时 明知道自己在衰退啊 但是呢 你不能否认 人家毕竟曾经是一个 浮原辽阔的旁人大物 对不对 正所谓受 受死的骆驼 他比马大呀 对吧 我们可以从那个战略上 藐视霸权 但是从战术上 这样嘛 咱必须得重视霸权 咱能承认美国坏 但不能承认美国菜 对不对 现在的美国 虽然是什么呢 在系统性的衰弱啊 但是人家毕竟是谁呢 毕竟打赢了二战 打赢了冷战 一度啊 全球通吃的上一任霸主 所以说呢 我之前的分析 才跟大家讲 我们是不可能 和霸权硬杠的啊 一定是分而化之 对不对 分而制之 最终把他们逐个给击破啊 我知道有人可能说 哎呀 你这么是不是太怂了 既然你也认为 我们有实力 霸权的衰退啊 那为啥不指导黄龙 说直接就彻底去碾压对方呢 我一句话 我跟你们说清楚 家儿吗 因为我们要吸取二战的经验 二战的情况 对不对 二战的正面战场 就是苏联和咱们承受的 苏联正面击溃了纳粹德国 我们以血肉之需 消灭了小本子 消耗了小本子 在苏联和我们付出巨大牺牲 以及惨重代价的以后 美国在缓慢的慢慢的下场 最后摘了胜利的果实 对吧 实现了赢家通知啊 就但凡大仗 最后一个下场的必然赢 懂我概念吧 当然 当时啊 我们也是为了保家卫国嘛 没得选 换句话来说 最惨痛的代价 就是我们 还有苏联付出的 但是最大的收益 是美国拿的 对不对 我在这是不是 要 就是我 不是要否定 美国对二战的贡献 这个咱有啥说啥 咱可不像小本的 我们不否认历史 美国在二战 确实打过硬仗 只是相对于苏联 包括我们来说呢 他付出的大家小 下场确实是最晚的 对不对 咱们用最直观的数据来讲 家人们 二战苏联死伤多少人 你们知道吗 三千万人呢 我们最起码是 三千五百万以上啊 美国死亡人数 不超过一百万呢 家人们 没超过一百万 包括后面 你看苏联 出现那个政治人才 人才短缺 对不对 还有就是现在 俄罗斯的人口低迷 其实都是二战的后遗争 懂不懂 二战苏德战争 这是个角肉机 也是在哈尔科夫那边打的吗 对吧 角肉机吞噬太多苏联的精英 包括那个玉林人口了 懂不懂 导致苏联很长一段时间 没缓过来气 再加上其他方面的原因 最后导致苏联 在和美国的竞争当中 衰退了 这是其中非常重要的 一个原因之一 这就是为什么 我说不要正面硬钢的 一个原因 咱得考虑付出 对不对 如果说东方和霸权 干得两败俱赏 最后东方惨胜 那其他什么三哥了 哈尔西了 大毛了 阿狼了 反正各种七十八八 对吧 到时候他们就是坐享其成的人 我就问你兄弟们 到那时候你能接受不 你肯定有七七八八一大对话 对不对 赢只是目标之一 要能搞赢 要我方收获最大 这才叫完整的战略 所以说我们从战略角度来讲 兄弟们一定要记住这方面 美国的经验 在大事方面下场越晚 局势越风浪越大 风浪越大 也就意味着雨越贵啊 收益才会越大呀 对不对 然后再来看战略细节的问题 就是说如果真爆发第三次那啥了 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已经很明朗了 地点 有人说地点在哪呢 这样吗 地点现在我就告诉你们 明码标价告诉你们 不可能在东亚 对吧 如果有第三赛季爆发 地点必然是在中东 要不然是在欧洲 就是俄乌冲突或者是巴以冲突 对吧 可能有人说那绿蛙呢 咱那岛是绿蛙的事 这不啥大问题 咱就说绿蛙早就被围了 围得死死的 今天老铁吧 他那边还说呢 说发现那个咱这边的什么几十架战斗机又去了 又过去害怕 啊 说咱们 开始讲了 刚才讲到哪呢 哦 对 说然后呢 俄罗斯跟沙特 据说的啊 这不是我说的 也不是我看官方媒体报的 你们就当小说听 好不好 本段当小说处理 啊这个是我真的看网上有网友这么分析的 就是说俄罗斯跟沙特呢 可能是整了 因为确实有一个新闻是沙特的船被炸了啊 在红海那个地界 然后大家就分析到底怎么回事 这个船遇往哪的啊 他到底来说呢 这个正常啊 就是沙特不是 人家俄罗斯说了 我不买你石油 对吧 你觉得说你有问题啊 安全有问题什么的 呃 我我我我我理解啊 我充分理解 所以怎么着呢 我现在我就想弃美国 说我 也门胡赛武装是什么呢 就是一天不打美国难受 俄罗斯说我一天不捅武美国我难受 就想让美元石油这个终结 完了呢 就整了一批货 然后这刺激事就来了嘛 如果说兄弟们啊 按道理来讲呢 沙特如果是给俄罗斯送货 咱不管什么时候送 也不管送什么货 最快的路径就是直接走埃及的门口 然后走苏伊士运河 知道吧 然后从这个苏伊士运河兄弟们啊 直接走这个直布罗陀海峡 走完直布罗陀海峡之后呢 最后绕个圈 哎 然后再到哪呢 再到圣彼得堡这个地方 懂吗 但是这次装货的时候 普达蒂刚才我不说了吗 直接跟小萨拉曼打个电话 说哥们 先别装 我这边收到情报了 哥哥博的跟我说过的 说咱这个交易吧 美国知道了 啊 如果从那边走 你别说石油了 船都给你扣了 小萨拉曼一听 当时大惊失色呀 说骂大哥呀 那他整啊 他不得干过呀 那怎么整啊 走不了苏伊士运河 骂呀 走哪啊 走曼德海峡呀 那这绕路 到哪呢 你走曼德海峡的话 那直接得绕到远东那边了 远东卸货了 是吧 然后普达第一听说 你别急 啊 别急老弟 说我就分析啊 说既然这个情报 咱已经都泄露了 咱就来个啥呢 将计就计 这次的货呢 你也别装货了 啊 这次的船 你也别装货了 你要么等点空桶 要么你就装点水 然后你就从红海过 你就经过曼德海峡 剩下的事 老弟你别管 你交给我们 于是兄弟们 刺激的事就来了 今天凌晨 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 才一点来钟啊 有一艘13万吨的货轮 直接就从沙特出发了 然后沿着红海 叮当叮当叮当 就往那走 往那走了呢 没走苏伊士 啊 走的是曼德海峡 直接就在曼德海峡 那边过去了 可就在货船 刚刚离开沙特港口 兄弟们 才走几分钟 三十来海里 坏菜了 直接杀出来个成鸟军 有人说卖胡塞吗 不是 胡塞跟沙特先好哥哥嘛 好哥哥们嘛 美军话说 两艘军舰直接干出来了 在即将靠近的时候 兄弟们 二话没说呀 直接干起飞了 四架舰载的直升机 干什么 美国人说了 你俄罗斯 你这个时候 你敲着摸着 从沙特买东 你干啥呀 啊 你是学咋的 你学你朋友啊 你之前卖杀的导弹吗 怎么你想搞暗度陈仓 这一套吗 我跟你们说 我 我现在我杀疯了 我红眼睛了 我宁可错杀一千 我不能放过一个 动摇我美元霸权的人呐 哎 你别以为说 你买家是俄罗斯 我就不敢动手了 我跟你说 我招商干 敢动我的 就是石油美元 你不是 我你不是搓我腰子吗 那耶稣来了 我都给他打几个 透明的窟窿 哎 说实话啊 如果这个事不是普达地提前安排好了 那你们就想了 万一这次让美国给暴力拦了 就哪怕这次交易只是个正常交易家呢 但是媒体的舆论可是掌握在美国的手里呢 对不对啊 他只要是稍微家们稍微这么一搅和 把黑的说成白的 把普通货说成是石油 这不就成了美国暴力出手 打击不用美元石油的故事 呃第一个话题什么呢 就是我们起的题目 今天我提起题目的时候非常纠结 因为在我的心目当中 今天有三个大事啊 都可以当做题目来起 第一个事是什么呢 就是英国破产了 家伙你们敢相信吗 就是英国的新首相啊 公开宣布的 说英国政府已经破产了 赤字已经高达多少呢 是200亿英镑 兄弟嘛 200亿英镑 大约合计人民币是多少钱呢 1800多亿人民币啊 1800多亿人民币 可是问题来了 这哥们刚当上英国首相吧 应该不到一个月呢 我们都对他不熟悉呢 怎么就突然间宣布 就是英国政府破产了呢 背后有什么样的考虑 接下来要怎么办 对不对 这个一个国家破产充足 那可跟这个我们整个一个小事 破产那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那么另外还有什么事呢 有人说小事 小事它也是个破产的 是国家破产 反映出来很多大事啊 对不对 那么这是第一个事啊 英国 第二个事什么呢 家人们就是 实属我今天就是属 属实就觉得有点想不到 因为瓦格纳在咱们心里 什么一个形象 兄弟们 瓦格纳在咱们家心里 什么形象 就是我们一直在讲俄乌冲突 一直在讲巴以啊 非洲 我都离不开瓦格纳 只要有俄罗斯摄影的地方 就有瓦格纳的摄影 对不对 他是个雇佣军嘛 但是雇佣兵团啊 但是兄弟们 在昨天啊 我跟大家提了嘴 那边被人给干了 而且呢挺惨的 呃 没有什么细节 今天很多细节都 都都都已经曝光了 家人们真挺惨 就瓦格纳神话 有人说已经破灭了吗 大家都觉得瓦格纳出品 必出精品 是不是大哥一出手 就是有没有 但是他怎么被干的呢 而且在哪该被干的 在非洲 在马里 马里这哥们跟谁好 跟乌克兰好啊 说至少打死了150来个人 而且还俘虏了35个瓦格纳士兵 而且非常虐待 就看那个视频里面 我看见了啊 就是那个 就是使劲全身力气 踢人的脑门的 光光踢 哎呀妈 就是地上打滚啊 反正挺惨的 而且还勒索谁呢 勒索俄罗斯 说你交钱 你交书金 我放人 跟那谁学的啊 跟那俄罗斯国王部长学的 那么问题来了 这次瓦格纳为啥被打得这么惨 俄罗斯会不会交书金 兄弟们 你们觉得会交的过口波一 觉得不会交过口波二 啊 另外老铁门还有一个大事 还有什么大事呢 我们说中东这个地方啊 肯定是不太平的 这我们都知道 打大仗的也肯定是知道的 但是中东有四个小霸王啊 谁呢 一个是以色列 一个是沙特 包括一个是伊朗 还有一个是土耳其 这三 这四个人呢 都自己想当大哥 对不对 尤其现在呢 就公认大哥是沙特嘛 但是土耳其是 土耳什么国家呢 是奥斯曼帝国 他一直想要 想要这个重建奥斯曼帝国 这个荣光 所以说当时我们就讲了 就巴以冲突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说了 这四个哥们肯定的 一个一个接一个的 表态也好 专注也好 下场也好 对吧 尤其土耳其 就大争之士 如果他再不争一争 那做大哥这个美梦 那八百年都实现不了 所以说今天啊 老铁门 就是土耳其 这总统埃尔多安呢 是终于彻底疯了 就彻底是 就感觉 好像要 要有那个架势了 为什么呢 喊话了啊 说什么呢 要直接派兵 直接干到以色列 要参与到行动了 而且公开表达了啊 表示的说 如果土耳其的军事工业 要实力更强的话 那巴勒斯坦 就不会遭到 以色列的入侵 然后呢 以色列外长就发出警告了 说你拉屁岛吧 土耳其 你别在那巴巴 说你信不信 你行动 我就把土耳其 变成伊拉克 你想想萨兰姆 是怎么死的 你要是干了 我就把你干成萨兰姆 就给你干死 中东局势会不会变天 又有个大手的下场了 伊朗算是大手的 对不对 沙特最最现在呢 没有国家级的行为 也没有说这么狠的放话 但第二个放狠话的是土耳其 这个万万没想到啊 对啊 这是第三个事了 第四个小兄弟们 这个也是个大事 因为什么呢 今天也是乌乌洋洋 全部在报 也是整个的头版头条 全部是这个事 什么事呢 东亚峰会这个事 大家知道吧 东亚峰会 美国舔个脸来了 来开来了 而且还专门申请了 要跟咱家王大哥见一面 还要一对一的会谈 另外王大哥 在这个峰会上 那家麻不停蹄 非常忙 见这个见那个 哎呀 劳多人排着见了 而且呢 我们这次非常强硬 真的在这个讲话当中 数十次的提到 就是美国怎么着 美国怎么着 原来是坚决不可以这么提的 啊 那么家伙们 咱们回这个跑题了 咱们回到正题啊 就是这次他要谈 啊 谈上来 但能不能谈出什么结果 你们觉得能得给我扣帮 一觉得不能给我扣帮 另外美国专门找咱王大哥谈 有什么目的 对吧 那晚上世俗晚上 必有妖 我那狐狸肯定放不出好屁啊 对不对 所以说啊 美国到底什么目的 今天咱来聊聊 另外家伙们啊 还有一个事 他算呢 他这个不疼不痒 不疼不痒的事 要跟大家讲讲 拜登不太甘心 呃 这时候谁也不太甘心呢 泽连斯基也不甘心 这咱们现在都在说个搞笑的 好不好 搞笑的事有一个啊 就是匈牙利 匈牙利当上轮值主席国之后呢 惹得整个欧洲 欧盟啊 都怨声载道 这个大家都知道 是吧 结果就在轮值的最后一天啊 欧盟没跟他掀桌的 我跟你说 谁跟他掀桌了呢 乌克兰 乌克兰 那怼着匈牙利一顿骂呀 真掀桌的 乌克兰说了 你啥都别说了 你整我 我就给你断油 乌克兰现在把匈牙利油给断了 有人知道吧 在龙国跟匈牙利进行深度合作之前 他的支柱产业是什么呢 匈牙利的支柱产业是什么 有人知道吗 是化工 哎 你想啊 匈牙利完全是一个内陆国 斯拉夫原来导导导 那个 这个 倒是有油的 但是现在采的也不是差 也差不多了吗 现在他们国家主要的原油供应方是谁呢 是俄罗斯啊 所以说匈牙利为什么支持俄罗斯呢 为什么他一直站在俄罗斯这边考虑问题呢 哎 问题就在这 原因就在这 核心就在这 他主要原油来源于哪 你想一想 他主要的工业是 这个这个产业是化工 化工离不开原油 对不对 所以说他主要的原油都来自于俄罗斯的 所以说国与国之间兄弟们 讲利益交换 所谓的交情都得笑一笑 那么原油在俄罗斯 你总不可能用汽车来回运 对吗 运不了吗 就算你运过来了 你找张地厨兄弟们 你看看 真的直下距离也是要经过乌克兰的 对吧 何况他是走乌克兰境内的管道过来的 这条管道啊 在战争三年里一直正常开通运营 为什么呢 因为乌克兰打仗也需要经费 老铁马啊 只要有过路费 那费这费的 他就是有钱 要钱啊 要钱就能支援他到战场上去 你看薛亚利之前呢 光顾上那个什么呢 跟卖家走好关系了 这个物流方嘛 他没打好关系 知道吧 他怎么 他只是想着怎么买 没想说怎么能运回来 不仅不想着打好关系 他总得这物流方 老给人家甩脸的 今天一个否决 明天一个否决啊 不让欧盟给支援 不让这个给支援啊 又支持什么俄罗斯 又这那的 做了轮值主居国之后呢 那个他就 这薛亚利第一战就去了 那个那个那个乌克兰嘛 对不对 就找那个泽雷斯基说 你得了 别打了 投降吧 但是物流这次直接掀桌子了 啊 乌克兰这次直接掀桌子了 说你不支持我是不是啊 那不支持我以后 你就别用油了 你的钱我都不要 哎 咱就一拍两散 我现在把这油管的咔嚓 我就这么一捏 你就完蛋吧 啊 我现在欠那么多钱 我怕啥呀 再多不亚斯多不愁吗 对吧 直接在谁别玩了 为什么乌克兰这么有底气呢 兄弟们 就在昨天中午 哎 骑个葫芦娃他妈 欧盟理事会主席冯德莱恩 我冯解一句话 直接把俄罗斯500亿外汇的第一笔钱 你们能想到吗 直接给乌克兰干过去了 虽然不多啊 15个亿 但是呢 任谁都能看得出来 这就是个开始啊 对不对 俄罗斯如果做不出有效的应对 那乌克兰最起码的要富裕一段时间 而对比这条运输管道带来的收益来说 那他硬气一点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因为那边给的好处 比这个运输管道赚的钱多呀 所以呢 乌克兰现在逼着匈牙利表态 你不是欧盟轮值主席国吗 是不是啊 你不要在我的这个援助上 你给我卡搏的 要不然大家谁也别好过 是吧 反正我现在已经就这样了 我的光脚不怕穿鞋子了 我也不在乎那那七七八八个了 对吧 你就看着办 现在老铁们啊 我就跟你们说 乌克兰的压力非常大 呃 而且现在来讲啊 他也是真想反击一下 这几个月被打的实在太惨了 一个国家到这种非常胶着 非常惨烈的状况的时候 真的是敢于掀桌子的 真的都别好了 啊 就是这样的 为啥朝鲜敢呢 因为朝鲜也是被打压的 无可再打压了 所以他敢对美国本土定当456 对吧 为什么我们一直总是说 千万不要战争外溢 千万不要战争外溢 就是打到最惨烈的时候 战争才会外溢呢 对吧 大家都护得住的时候 哪会外溢啊 现在俄罗斯的经济指标啊 看着还是不错的 其实